不过,除了刚才所讲的那么多工序之外,还有特别要注意的事项。 知道是什么吗,国强? 当然知道了,在弹线的时候呢,工友一定要齐备个人的安全装备,而且在超过两米高的地方,还一定要配有安全的工作台才行。 说得不错啊,另外大家都知道,墨线这个工序要做得非常准确,所以水平仪、权战仪和有关的测量工具都一定要定期进行测试才行。 我知道,也就是做colibration嘛,如果装住的泥口要open cut的话呢,测量工友就一定要盯上斜水架,来给泥井工友施工之用。 没错,还有啊,在到装住的混凝土的时候,测量工友还要通过拉鱼丝线来检查混凝土面的水平,以方便混凝土工友将混凝土面弄平整,而弹出的参照墨线的尺寸一定要统一,并且要是整数。 而每次开完墨线之后呢,例如十字通光墨线,墙位,柱位等等,都一定要再次复合,而且要和工程监理一起验收妥当,之后才可以进行钉板和扎钢筋的工程。 样样都做妥了,那就真的是工夫做到十足,我自己也自豪。 这就对了,如果工地上的每一位工友都可以尽力做到刚才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一个工序的话,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了吗,国强? 知道了,丙叔。 谢谢大家 Crash Mona ーん 你好